约书亚纪第五章 在约旦河西 亚摩利人的众王和靠近海边迦南人的众王 听见耶和华怎样使约旦河的水 在以色列人面前干了 直到他们都过河去 他们都心里惊怕 因以色列人的缘故 勇气全失 那时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要制造伙食刀 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约书亚就制造了伙食刀 在包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了割礼 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的原因是这样 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民 就是所有能作战的南丁 出埃及以后 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因为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民 都受过割礼 唯有从埃及出来以后 所有在旷野的路上出生的人民 都没有受过割礼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 直到全国的人 就是从埃及出来 能作战的南丁 都灭尽了 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曾经向他们启示 必不容许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 要赐给我们的地 就是流奶与蜜的地 他们的子孙 就是耶和华兴起来代替他们的 约书亚给他们行了割礼 这些人是未受割礼的人 因为他们在路上没有受过割礼 全国的人受了割礼之后 都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 直到痊愈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我今日把埃及的耻辱 从你们身上滚去了 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 直到今日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 正月十四日晚上 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 逾越节后次日 他们吃了纳地的出产 就在那一天 吃了无效饼和烘的谷物 他们吃了纳地的出产之后 第二天 玛拿就停止降下 以色列人不再有玛拿了 那一年 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 约书亚走进耶利哥的时候 抬头观看 看见一个人站在他对面 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 约书亚走到他那里 对他说 你是我们的人 还是我们的仇敌呢 那人回答 不是的 我现在来 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就脸浮在地 向他下拜 对他说 我主有什么事要吩咐仆人呢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对约书亚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 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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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